好久不见 又是时隔这么长的一期 近况汇报 我是在五月份的时候 考完了我的期末考试 然后现在我已经 完完全全的毕业了 我的学生生涯 正式画上了一个句号 我从各大法学院 顺利的毕业了 然后那之后 就稍微放松了一下嘛 这不一转眼就六月出了 然后就是又拖了 这么几个月的时间 我上周五 是我时隔将近三个月 第一次出门 然后是为了寄一个材料 然后我要去银行 就是开一张支票 然后我就走去了一个 离我家最近的银行 然后那个银行没开 然后又走去了 另外一个身边有点远的 结果还没开 然后我又绕了一圈回来 就其实可能在外面 待了不到一个小时 就是也没有特别久 也没有特别远 但是我回到家之后 我腿疼了两天 就是我觉得 我已经不记得 怎么走路了 我当时穿了一双 我之前记得 还比较舒服的凉鞋 但是后来回来之后 脚已经磨破了 就是我觉得 我已经不知道怎么走路了 然后在外面的时候 感觉受这个新冠病毒影响 就外面的世界 这个运转规则 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 而我还完全没有去适应它 就比如说像邮局 因为邮局 因为我去那个邮局比较小 里面的空间也比较窄 所以它为了 这个保持这个social隔离 所以它每 就是 就人要在外面排队 就是人要的大热天 在门外面排队 然后一次只进去一个人 我第一次出门 我又不知道 所以我一开始就 直接就进去了 然后别人说 在外面等 然后我又出来了 就 对 然后感觉大部分店 其实还是关的 然后有一些餐厅 会打出牌子来说 我们营业 但是我们只收 就这种 delivery 就是我们只能送外卖 而不能够接受堂食 这个样子 就是觉得春天就这么 就我上一次出门的时候 叶子 就还没有叶子 都是哭的 都是冬天的 然后我现在出门 已经是夏天了 穿过学校回来的时候 发现我们校园里面的花都开了 哎呀真的是 错过了一整个春天的感觉 对 然后你看我头发 已经长成这个样子了 就不可思议 你就是 哎 没办法了 我那个理发店 还发短信说 可能这个月月底 可能准备要开 然后还没有开始 就是接受预约 就告诉大家 有可能要开这个事情 然后 我也非常期待着 把我的头发剪回去 而至于美国的现状呢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这个 真的是雪上加霜 在新冠疫情 还没有完全过去的情况下 又增加了这个 George Freud和这个 警察暴力行为 所引起来的 一系列的抗议和游行示威活动 然后 其实我个人的安危的话 如果大家担心这个的话 其实倒不用太在意 因为我还一直在家里 主要是现在已经是夏天了 外面也很热 我不愿意出门 店都不开 所以 我估计也不出门 然后 不出门的话 这些抗议啊 或者什么 即使是比较暴力的 这个打打抢烧 也不太会伤害到我 因为 我住在宿舍 我就说了 我在很高的楼层 其实在George Freud 这个事情之前 有一段时间 每天大概下午 偏晚上的时候 我家附近 会有这个骚动的声音 听上去就像是一群人在游行 或者是在抗议这种感觉 所以我一开始一直以为 天哪 我家附近有这个反对隔离的这种抗议活动 我还觉得心里毛毛的 后来呢 我仔细研究了一下 发现它这个是每天晚上准时七点 然后每天都是持续大概一分钟左右 后来发现它是一个 就是像这个在疫情前线的医疗工作者 致意这样的一个 就是make some noise at seven 就是每天晚上七点 然后大家各自在各自被隔离的区域 然后发出一点声音 在这个声音中寻找一种团结 然后寻找这个 共同战胜疫情的勇气 这么一个事情 然后从此之后 我就再也不害怕这个声音了 这个声音每天就像一个闹铃一样 提醒我该吃晚饭了 因为现在天黑的特别晚 就现在的七点看上去 就像是之前的四五点 就感觉天还很亮呢 就觉得啊已经七点了 居然已经七点了 说回这个George Floyd的这个抗疫的事情 想跟大家说点什么呢 就是也算是分享一点 我在国外生活这么长时间的一个感受吧 就是我是13年第一次来的美国 然后中间回去过可能一年半 但是整体算下来 可能在美国也待了五六年了 其实我一直以来 我觉得美国很吸引我的一个地方 是大家的意见的多样性 因为它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嘛 所以不管在什么事情上面 大家都会持有不同的意见 其实我最开始的时候 就我特别年轻的时候 并不太欣赏或者是不太能够宽容的去包容和自己不同的意见 这个后来我反省了一下 我年轻的时候确实有这个问题 但是一方面是因为学法律吧 就是学很多关于这种辩证的思考 然后另外也就是在美国待的时间长了以后 慢慢的觉得 其实大家的观点不一样 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而且只要我们能够心平气和的去倾听 去尝试去理解对方的观点 我觉得最后这种观点的冲撞出来的结果 也许会是更好的 但最近开始觉得 就美国社会 现在非常显著的一个特点 就是极端的观点对立 就是分化 而且由分化带来的是中立立场越来越少 就是推向极端 而且双方拒绝倾听 就是由分裂 由观点的分裂带来的并不是尝试沟通和理解 而是通过比较暴力 或者比较激烈的方式 常常的冲突 就这一点让我觉得比较紧张 然后也是有点害怕的 就包括最近因为George Freud这个事情 其实我不知道大家在国内看到的新闻 给你们什么样的感觉 其实在美国 我觉得关于这个事情 就是真的观点分化的非常非常的严重 就 当然我觉得最 在我看来可能最正常的 或者是最显而易见的观点 当然是支持和平的游行和示威 然后反对和严惩这些 打着示威游行的旗号 然后去实行一些非法活动 打打抢烧 甚至是危害人身财产安全 这样一群暴徒 但大家在表达观点的时候 不光是普通民众 甚至是新闻媒体 或者一些知名政要 就他们往往 他们的观点一出来 就马上就分裂开了 就感觉没有medial ground 就是没有人在处于这种 像我这样的比较中立的状态 就要么就是大家就会 特别的强调 这个民主 集会 游行 示威的自由 言论自由这方面 然后要么就会强调 这个暴力的示威和游行 带来了很多伤害 然后他们支持特朗普 用这种比较就是武装到牙齿的警察 或者是这种警力 然后来进行比较这个严肃的镇压 而且我觉得它只会越演越烈 因为最近已经说到了 这个要很多个城市 有一些政客说 就站出来公开的这个表明立场 说要支持减少对警察的这个资金投入 甚至有些城市说 我们要完全的解散警察队伍 就是要抹消警察这么一个制度 就是把这个名词抹消在历史 就是不再存在了 就是这其实是一个 我个人觉得还是一个挺激烈的立场 所以我觉得这种提案越是radical 就越是过激 然后这个民众的分裂就会越大 然后我就不知道接下来会怎么样 就是所以有些时候 说回我刚才对美国的印象 就一开始我觉得 大家的观点不同是件好事 我现在一直 我依然认为在很多事情上观点不同 不是件坏事吧 但是现在我就突然觉得 可能如果大家能够就是都比较中立的去 你知道吗 就是大家价值观比较相似 然后比较中立的去选一个 这种这个大家都同意的选择 我觉得可能也不是不好 当然我不是很确定 现在大家就是在国内对美国的印象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现在可能新闻报道多了 所以大家的可能观点还比较与时俱进吧 但我在刚来美国13年的时候 其实我来之前 我对于这个种族矛盾和这个种族歧视方面的问题 我以为不是很大的问题 就是你学过美国历史 你知道过去有奴隶制 然后你知道这么个事 但是你觉得都现在都21世纪了 21世纪都过去好多年了 就是怎么还会有这么低级 或者是就是这种显而易见的不对的东西 但是我来了之后 我觉得还是挺开眼的 就是不管是新闻也好 然后自己平时接触的 其实因为你生活在高校环境里面嘛 然后大家都说我高等教育 然后大家显然的我们不会互相歧视 但是就是你在这个社会里生活着 然后你就会慢慢慢慢的了解到 就是这个东西其实就在美国社会里面是一个非常非常尖锐的矛盾 就是是一个你无法从中离开视线 就是它一直会在这个背景里面 你们还记得那个动画片叫什么 疯狂动物城 疯狂动物城其实就是完全是一个种族比喻 对吧 就是里面有一些话 我当时在电影院一听就觉得哇 这太明显了 就是食草动物是黑人嘛 然后食肉动物就是白人 我记得好像连配音演员的这个种族都基本上和他们是对应的 就是里面其实就是一个很政治化的这么一个作品 就是这种东西就在美国的文化里面是一直一直贯使之中的 然后说到警察暴力这个问题 就是在我们的生活经验里面 包括我在美国叫过一次警察 然后就当那个警察 哇就他还穿着那种就是像防弹背心一样 就是特别武装的一个什么东西 然后就看横前一半的话有我三个吧 反正就是特别大块头的 然后大概来了两个人还是三个人 然后就警察来的时候 我是觉得很安全的 就是哇塞 就是这么高大强壮 然后当然也不是什么很危险的事情 是我当时取现金交房租 然后好像丢了 就是放在停车场里面的车里面 然后来做一些笔录嘛 然后我就觉得警察在 尤其是在我们的文化里面 警察输出的是一个和蔼可亲的形象 然后有警察在是让我觉得安心的事情 但是我们要知道的是 为什么现在这个游行变得如此的 就是就是简直就像暴风雨一样 不受控制 是因为对于黑人来讲 或者对于深浮色总局来讲 警察是一个可怕的存在 就是他们真的就是用一个比较政治的词 就是国家暴力机关 而且是针对他们的暴力 所以你去仔细想一想 一个种群 就是一个社会群体 因为自己的肤色而害怕警察 就是他们平时开车 因为超速或者因为什么问题 被警察停下来的时候 都会格外的紧张 因为他们知道警察对于黑人 有这种系统性的歧视 然后之所以我觉得George Floyd这个事情 它是一个很好的导火索 因为之前其实警察暴力一直有 然后发生过很多次 大部分都是针对黑人 或者是深肤色的人种 但是George Floyd这个事情 他就哪怕是特朗普 或者哪怕是那种最保守派的白人 也要承认这个事情是不应该发生的 是一个让人痛心的事故 就是之前有一些这种警察暴力情况 是那种比如说警察以为 那个人做了一个掏枪的动作 然后他一瞬间就是先手就把那个人 就是误杀了 就是很多是这种一瞬间 一念之差 就这种一念之差 其实作为普通人来讲 我觉得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 对吧 你生活在一个高压环境 你不知道对方手里有什么 你觉得对方可能要杀了你 那么那一瞬间你会拔枪杀了他 我觉得不是那么不能理解 但是George Freud这个事情 还有那个I can't breathe 那个被抽后杀死的人 就是那个警察在一个身无寸铁 而且是被脸朝下按在地上 一个完全没有还手之力 对他没有任何威胁性的人 然后把膝盖卡在脖子上面 而且卡了好几分钟 就是好几分钟不是一个一念之差 这是一个有意识的行为 而且这是一个有意识的 对人类生命的漠视 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 对很多人来讲 是一个比较大的情感上的冲击 就包括我看那个视频 我觉得也就是看不下去 因为这人怎么能够做到 对所以现在对于这个游行示威的态度 大家的想法也很不一样 因为就如果你是黑人 如果你一直生活在你的朋友 你的亲戚 你们一直生活在这种 对着他的恐惧当中 就借这个事情 这个爆发点之后 就是会想要通过一切方式来 不管是宣泄自己的愤怒也好 或者是让自己这种长期 被系统性压制的声音 终于能够发出来 就包括我看一些 就是比较不要命的记者 就是去这种打砸抢烧的现场 然后去采访一些 这个在打砸抢烧的人 当然我觉得这样的行为本身还是错误的 但是也有一部分人认为 就是我们遵守法律 是因为我们处于这个社会契约当中 这个契约本身的内容 是我遵守法律 但是与此相应的 我要享受到法律 享受到执行法律的警察 带给我的保护 但是如果这些警察 系统性的拒绝给我保护 并且还反而对我施害的话 那对我来讲 这个社会契约已经没有任何价值了 所以这个时候 我想做的就是打破这个社会契约 就是打破一切 不管是通过犯法 或者是什么样的方式也好 就这种言论我看到过 然后我觉得 不是完全不能理解 虽然我依然觉得这是不对的 但是我觉得也不是完全不能理解 所以就是给大家一点 这个context 一点背景知识 就是为什么有人会觉得 哪怕这种非常极端的 打打抢烧 这种暴力抗议示威 也有支持的人 为什么 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而且事实上还挺管用的 因为最近看的新闻 说这个在很多个城市里面 就美国是吧 西方城市就非常喜欢 立一些人的雕像 然后有些人吧 他这个因为是历史上的伟人 然后他在历史当中呢 就比如说支持过奴隶制啊 或者是一个种族主义者啊 这样的雕像 然后就一直 一直以来都有讨论说 要不要把这些 有争议的人物的雕像撤掉 但是就是一直来来回回 也没有决定 因为反对者就会说 哎呀这是历史的一部分 我们要正视历史 学习历史 结果结果出了这么一个 这个大规模抗议游行示威之后 就很多雕像就已经走了呀 就是时间就办到了呀 其实也没有什么人来逼逼了 就包括说废除警察制度 这个事情 确实是我觉得这么激烈的立场 如果不是因为这种大规模的 抗议和游行的话 也不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达到这样的程度 然后但是至于就真的要 废除警察制度吗 以及用什么制度来代替他 这个可能 我觉得很大一部分取决于 这个代替制度是什么样子的 对不对 就是现在很多这个主导 倡导者是说 以这种社区为核心 然后尤其是在这种 就是现在因为警察 往往上门的时候 就都是武装的 然后他们是觉得 就这种武装带了一种威胁 然后他们的想法就是 可能就是把那种不太牵扯到暴力的 这种事件 转发给这种社区工作者 或者是心理咨询 就如果是这种心理问题的话 然后可能偏暴力的事件 再怎么样 然后就是现在也没有人提出一个 特别明确的想法 只是很多人在喊着 我们要就是打破 就是解散警察 所以在这个观点上 我也是很 对我之前还和朋友说这个事情 我觉得是不是因为 因为我是 因为我是亚洲人 就是我不属于 而且我是一个非常没有威胁性 如你所见 这个小胳膊小腿 没有威胁性的一个亚洲女性 我觉得可能在警察面前 我不属于被歧视的类型 所以某种意义上 我算极得利益集团 所以我对于打破现有制度 会有一些惆怅 但是我内心的圣母 或者是我 比较愿意理解他人的这部分 我也能明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但是如果一定要说 就通过这个事情 让我对美国社会有什么意见 变高变好的方面的话 那就是 就是在这个事情上 他们其实还真的挺离表如一的 就是我们知道美国这个国家 当然也是因为我们的立场不同 因为我们中国人 就在外交上啊 或者在各种事情上 有很多双标的地方 对吧 这个大家都知道 但是就在这一个点上 我觉得他们真的还是挺 挺离表如一的 就是之前包括在香港 就是香港那个事情发生的时候 很多西方人都是 啊支持香港 支持香港 就是 但是当时我主要的想法 就是因为 其实因为香港离你们有半个地球远 你们根本就不care 当地人的生活 或者发生了什么 你当然可以说 我支持民主 支持自由 支持香港 但是就现在 结果是 就哪怕是这样 比较偏暴力 偏过激的这种示威游行 发生在他们自家门口的时候 美国人当中 依然有很多人支持他们 就包括还有新闻报道里面说 一个自己开的商铺 被打砸抢的店主 依然选择去参加游行 去支持游行 就是这样的 其实这个事情也真的是 只有美国人才干得出来了 我觉得在这一点上 他们就做到了自始至终 consistent 对吧 就是对于他们 在他们这个社会 他们这个价值观体系当中 他们就觉得 这个表达自己言论的自由 非常的重要 然后就即使是牵扯到 无辜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也很重要 就是OK 我觉得行吧 就至少你对你自己家人 也是这样 那我也就 某种意义上说 我也能理解 你在其他身上的一些看法 好了 那么以上就是这一期 比较沉重的境况总结 对 然后我们司法考试 推迟到9月上旬了 然后如果是像之前说 7月第一考的话 我现在应该已经开始 可能快要开始准备复习了 但是现在9月考 我也没有想好什么时候 可能可以再闲一会儿 然后对 就是我在家里好好的 就是平时就是 是吧 看看书 然后就是看看新闻 然后学学日语 贝贝单词大游戏 就基本上这样愉快地过着 然后之前说那个 如何愿意乱的吵架 那个视频 我会做的 我就是再过几天 就是当我这个 主要是我头发这个样子 我就很不好意思见大家 但是可能总比拖更好 所以我还是要打起精神 来多录几期视频 好的 非常感谢你的收看 然后不管你在哪里 如果你在美国的话 注意安全 然后保护好自己 不要做热闹 然后 如果你在国内的话 就珍惜这个大好的 这个平和的时光 请不吝点赞 订阅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